你们好 今天我要讲第十二讲 今天的内容还是跟语言结局有关系的问题 就是欧化语法的问题 比方说王力先生早就提到过中国语法理论 或者中国现代语法 还有汉语稿里面说过欧化语法的事情 日本的汉学家也提到过 比方说上班顺义先生 他叫做欧化语法 还有泰田重复先生 还有伟奇奇先生 他们也早就提到过欧化 或者欧化语法的问题 欧化语法 主要是这个 对不起啊 清末到五四时代 说了万语的以上 出生的一个语法的现象 对于知识人或者顺义语为主的那样的现象 叫做欧化语法的 但是王力先生说他也把双音节的或者心子等等 这个情况也叫做欧化的 但是我觉得有点问题 双音节的跟欧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汉语确实是有双音节的一个倾向 因为这不是那个 当然来说到新的概念 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词汇 所以那时候他们用双音节的方法来做新词的 但是这个跟欧化语法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心子也是一样的 心子也是词汇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欧化里面不包括双音节或者心子等等 那么欧化语法的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 经常提到的是这样的事情 一个是主语或者识的多用 以前不用说主语的地方 也要说主语 或者经常加上一个识 这个欧化语法的一个特点 这些还是受到英文语的印象 因为比如说英语应该有主语 除了命令的句子以外 应该都要主语的 还有作为传语的标志的得的活用 比如说很快的什么 是吧 就是英语的very quickly 很快的什么什么 这样的那个传语呢 本来汉语里头没有的 只有那个快快的什么什么的 这样的有的 很快的加上那个或者更快的 较快的就是 但是虚的复词加上那个形容词 加上那个得 这样的那个说法呢 以前的汉语不多 大概没有的 就是呢 还是说了那个英文语的 印象的一个语法特点 比方说这样的谷祖干简 立中善有 多快豪爽的 这样的太长的那个修丁语吧 不是专语的 这样的以前没有的 他态度激昂的什么什么 态度激昂的 什么什么 这样的说法 还是那个 文化的一个特点 是吧 还有这样的 和的连接 这个也是 还是那个受了 英文语的那个影响的 比方说 侵蚀了和 忽蚀了普及 这个 本来那个汉语呢 那一般动词 两个动词 连接起来的时候 一般不用那个和的 真实的和 忽蚀了有两个动词 有那个和 连接起来的 这样的 另一个那个 病语吧 这样的 以前的汉语不多 还有耐心的和 中容的那个考虑 这样的那个 这样的那个 也那个不太多的 嗯 还有那个 这个很特殊 特点 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 和的那个位置啊 和的位置 就是呢 比方说 A和B系 以前的汉语一般 就这样的 如果三个那个项目的话 先说和 A和 这个地方有那个和的 现在的汉语呢 A和B和C的 这完全是跟那个 英语的 暗度的那个用法的 一样 是吧 但是汉语呢 本来那还不是这样的 比方说那个 红楼梦的 凤杰和李 李婶娘 平儿又吃了两杯酒 凤杰和李婶娘 平儿 A和B系 这里有和吧 还有薛姨妈和宝钗 相邻病 两个年了的母母 这也是 先说那个和呀 A和B系的 这样的 这是那个本来的汉语 还有这样的 所以呢 这样的那个问题呢 在绿语也是一样的 绿语也是 这汉语的英文 There were five of us father, mother, Mary our dear, nurse, lady, and I 这是那个本来的英文吧 这本来的那个汉语呢 就是这样嘛 父母 father, mother, 父母 这里用那个g 就是and的意思 mary 后面 这样 所以呢 and 现在英语在这里用and 但是 绿语 本来的绿语也是跟汉语一样的 前面用 是吧 所以后来 改为是这样的 最后用的 比较晚的那个绿语 律语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好 还有那个 这和过的运法 也是那个 以前的汉语跟现在的汉语不太一样的 比方说 我祖先有着不少的 对不对 这个我写错了 不少的奴隶吧 家里有着一个父亲 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力量 这有着 本来的汉语呢 这的汉语呢 这一般不太用的 因为有本来已经有一个持续的那个动词 是吧 所以一般那个不用那个遮挡 但是这样的有着 这样说的 这个新的说法 还有那个 真的过也有点怪的 本来 我吃过中国饭菜 或者我看过那个电影 这个就是表达那个经验的那个 但是这样的过呢 好像不是那个经验的 例如有过这么一种描写 这只有说以前有这样的那个描写 这样的意思吧 我国历史上就确实有过一个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这个过呢 我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个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就行的 但是这样有过的 这个你们怎么样呢 前几年某宫厂的黑板包上有这样一句话 这个本来没有那个过吧 这个本来没有那个过吧 是吧 所以呢 这样的那个呢 好像不是那个表达经验的东西 只是表示一个回想 或者那个 就是有某个事实的那个存在吧 是吧 这样的 比较新的说法 还有这样的 一种和一个 也比较多用的 这个呢 跟那个英语的阿或者贯词有关系的 所以呢 这个跟那个初夏名词或者新月名词的增加有关系的 比较说这个 我们获得了一个胜利了 这样的说法 文艺读的那个一个 这样的说法呢 本来的汉语啊 我觉得没有的 那是一种满足 满足不能那个数的 是吧 就比较抽象的 一种后悔 这样的 要多头铺上他的全心灵 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一种一种这样的说法呢 现在就讲着 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 使用这叫名利的危险景象 这个一种 是吧 这样的说法呢 也是那个 还是可以说是欧化的一个现象 这个呢 那个常常穿礼服戴高帽在大学院的包厢里或高等俱乐部中出现的发光 这个什么 我忘了 不是 这是这个 还有一个呢 这个问题 这样的 这个 那个 比如说这个那个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常常穿礼服什么什么的发光 现在的那个汉语经常有这样的那个现象 这是那个 这是发光的那个定义 是吧 后面有很长的那个 这样的那个 修设语吧 定义 所以呢 如果这么长的那个定义的话 先说那个 这个现在 现在汉语的那一个特点 但是 以前的汉语呢 这个 只是在此的这个 那个呢 这个那个吧 一般那个 后面的 是啊 一年便想到 想到 暗记上 这个暗记上 这个暗记上 本来现在的那个 汉语的话 这个肯定是 在这里 先说那个 这个 是吧 这个也是 那放了 那年公子三世 他懂不着 懂不着 学校头晕的 那个病的 这个呢 那 那 那个病的 他放了 那个病 那个病 这个 现在的说法的话 肯定在这里 放在这里 所以呢 那个 前面 说 那个 或者后面说 那个 新旧的 一个 特点 所以呢 比方说 隆格夫 俄罗斯的 那个 汉学家 他以前说过 一般就说 昨天来的那个人 不说 那个 昨天来的人 转说的 就是那个 今天那个 靠在后面的 一般不说 先说的 一般不说 转的 他那个 转说过的 但是这个问题呢 跟那个 以前那个 李月华 他那个提到的 这个问题 也有关系 也许 这个另外的问题 好 还有那个 行为名词 也有 这个 新的那个 语法的一种 比方说 调查呀 工作 本来是动词 所以不用那个 呃 那个 那个 本来是那个调查 调查工作 呃 就本来是用动词吧 但是现在 的汉语里 有很多说法 进行调查 进行工作 就加上进行 就是这个时候呢 调查工作已经那个变为 是你 名字的 是叫做的 这样的 名字叫做 行为名字 做某某 做批判 做准备 这样的 搞什么什么搞 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 比较新的那个说法 是吧 好 所以呢 有的时候 行为名字 和行为动词的替换也有的 比如说有人做了 一方慷慨激昂的 动语 这个有人慷慨激昂的 动语昂的一方 这样的 所以完全是一个意思吧 但是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 这个也 也比较重要的 背东西的 汉语 本来的汉语呢 如果用背的话 有背海感的 这个日语也是一样 比方说 玻璃碎了 这个一般的汉语 但是 玻璃背碎了 英文的话肯定是这样说的 玻璃不能自己碎 但是呢 那时候呢 汉语一般说玻璃碎了 就这样说的 这是 以前相邦老师说 自然被动 他就这样说的 说过的 但是那个汉语的话 一般就这样说的 但是后来呢 他就这样说 他被选为主席 被选为 就是 不是那个坏的东西 但是就这样说的 他被大众认为 好凉 这个被呢 没有那个 被海感的 所以 现在的那个被字呢 跟那个英文的那个 被动差不多一样的 那个说法 还有使令也是一样的 它可以使书面语言的意义更加明确 这样的汉语呢 以前的汉语不多 因为他这个无声明的 是吧 无声悟的 无声悟的 一般那个不能做主语的 这是那个汉语的一个特点 这个 这个 利语也是 利语也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那个汉语 经常有权的 或者让我们把别人识 放到十九世纪末页吧 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说法 让我们什么什么 这完全是英语的 Let's Let us 来的 是吧 经常这样说 还有那个 最近的汉语呢 只是带着很明确的 明确化的 夜神桃 我那个夜神桃的那个 这样的修改很有意思的 我以后要说 比方说 昨天这样不爽快 昨天这样不爽快 昨天这样 但是后来呢 他修改 昨天那样不爽快 他这样那个修改 四年前 128在上海打过战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回 218 这样 这回 这个这回呢 就是那个 后来 改为那回 这是 以汉语的这回 比较主观性的 是吧 但后来 慢慢的 整天的客观化 的描写 所以呢 夜神桃呢 修改的时候 都能够改成那个转 那个 夜神桃的那个修改 应该要注意的 好像中国的汉语学家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叶松陶 他普通话的委员 或者一个委员 他以前叶松陶文集 编到叶松陶文集的时候 新版和旧版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新版 1958年的新版 他就要说的 这回编第一卷 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 我用的是猪笔 有几篇改动很多 看上去满页猪虹 好像程度极差的学生的客举 改动不在内容方面 只在语言方面 他那个只在语言方面改动的 内容改动 内容如果改动很大 那就是新作而不是旧作 就是说的 只是改动不大 也多少要变更 是新写作当时的思想感情 因此内容容容其旧 至于旧作所用的语言 一点是文言充分太多 又一点是有许多话说的别扭 不上口 不顺 所以他都改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叶神岛不是北方的 像江苏的 所以他以前的这样的文件 文集里面说的作品 一般他用他的加上的方言 或者南方光话来写的 江苏的光话来写的 后来他要推动普通话 所以他把自己以前的作品都改了 满一页 看上去满一页珠缝 都有满一页珠缝 他居然说过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样的旧版和新版的对比起来的话 我们知道当时或者现在的也可以的 南北光话的区别在哪里 都能知道的 所以叶神岛的修改应该要注意 所以刚才我说的 这样那样的修改 这样的也是 people who have enjoyed good education opportunity or to show it in their conduct and language 这个已经享受过良好的教育机会的人们 应该在他们的行为语言上表现他 这是欧化的 但是非欧化的 一个人享受过良好的教育机会 应该在行为和语言上表现出来 这是本来的汉语 因为这个who people 这个修士语吧 就是定语的 因为很长的 很长的定语 这是那个英文的 但是本来的汉语不是那样的 很简洁的 所以这样的农场的 修士语的 还是欧化的一个特点 是吧 还有这样的 我有一个死了的女孩 这个也是一般不说的 我有一个女孩 她已经死了 这样说吧 还有A和A因为B 这样的说法也是欧化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什么什么所谓吧 但是A后面说那个英文 就是因为英文的 因为因为影响吧 还有第三人从他 他的那个分别 分工 还有德德德的分工 这也是可以说是一个 很欧化的现象 是吧 好 这个不是那个汉语的问题 日语的问题 日本人学习英文的时候 最早学习英文的时候 就是明治初期 或者江湖时代母亲 日本人开始学习英文的 那时候呢 日本人学习英文的时候 就是用迅读这样的方法来念英文的 这个迅读你们知道吗 中国人知道吗 日本有一个传统 比如说 比如说 有蓬自远方来 这是论语的 是吧 有蓬自远方来 汉语的话 肯定这样念的 但是日本人看这个古文的时候呢 不那么念的 怎么念呢 就是 就是按照日本的语续来念 这是叫做迅语的 就是日本的一个智慧 所以古代的日本人都用迅语的方法来看念那个汉文 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学的 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学的 中文原来的四十五经验的都念这样的方法来念的 所以帝文人就有这样的那个方法 这个一二这个黄 先那个念一 然后二 这个就是那个训练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英文 念英文的时候 或者那个 讲英文的时候 这样说 这是一个 二是我的 三这个包 四是卷 卷念 This is my book 就我的包诗 跟汉语不一样 因为日本的诗最好说的 但是一二三四 用这样的数字来表达 这个英文的汉读 First book in grammar 这个第一的书籍 语 grammar First book in grammar 第一 所以一个意思是这样的 文点 第一本书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叫做英文训读 这样的方法 这个很有意思 但是这个也许跟汉语和利语 汉语和利语也许不一样 所以也许不太清楚 你们不太清楚 所以日本的欧文训读体 有这个说法 欧阳 所以明治时代很流行的 这个语题 这个不读当吧 OK 日本的明治时代最早的音源叫做 课本是这样的 格显伯斯英文点直译 或者比内奥是原版英文点直译 这两本是最早的日本的明治时代的英文的课本 是这样的 英文点直译 这也是 清衣大学用的课本 这样的也是 还是这样的 Give me another rule for the plural of nouns 这个呢 大概有 8 1 6 7 5 4 3 2 3 4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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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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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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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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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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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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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